中下段的选手 在阿根尼战队里面 综合排名比较高的 还是要看这个Cities 过路 Aleve就先放倒了 德国战队的Meka 这边俩第一顺位搞起来 我那边就舒服了 与此同时 PCR战队已经拿到了圈中 靠近师辰老项 放弃了 他更加珍惜目前的第一顺位 说真的 我觉得他的选择是对的 打了个先手 两枪全中 就打击枪 打残了 这边澳大利亚跟中和台湾 也是碰到了一起 双方是目前一换一 但是 这个 中和台湾的选手 直接被补掉了 对 是好像是澳大利亚接驾 中和台湾队 应该是过来踩点的 正好是碰上了 是的 把他过来 被越南的Gloris放倒了 CB 包夹了 别包夹了 顺帽 只有一个人啊 静点 是的 三架一冲 这队友想上车 直接走了 不管了 他不管了 也救不了了 确实救不了 也救不了 中国台湾 这边是又被巴西队掏了屁股 从海边过来 被夹掉了 是的 感觉有一些想法 海边的延伸 有人上车了 但是这个时候过去 应该已经是拉起来了 哎呦 三队的配局也倒了 被土耳其 队员放倒 美国队又来 啊 这三个队一直在搞在一起 进城路线是一样的 是的 再往前走 死路一条 进了 进了 而且这个麦田 几乎是没有太多 能够狗的位置 找了个小 小树丛 趴着 眼耳到零 明明放倒了 一名秘密的队员 但是这个人头 人头不知道能不能补到 嗯 一名秘密贴到脸上 华尔德就是刚才接了一个了 过来宣架了 兄弟们 这不是宣架的机会了 两边打得差不多了 来了 手雷开路 扔在破后的位置 炸到了一些血量 人炸残了 再补一颗 这个韩国队 出来场 这个韩国队 出来场 漂亮 是补掉了一分 啊 但被抢了一个 这个这个分数有机会拿的 嗯 英国队继续往里盲开 我这一波要开到韩国的脸上了 过来一边打那么一个 哎呀 宋枕了 英国队这一把的节奏好乱啊 就是感觉是吊人 前期那一波反坡 然后三坡 还有一些临近的防区 其他位置真待不了 四周都是相线 你待在原地 待在这种平坡 什么外田当中 你就是被抽的 这边泰国队 在找竞选的时机 想找一个修车 但是圈边有德国队伍的 一个架枪 那这边听到 我们现在已经贴到德国队头上了 是 诶 德国队Zorker 是被泰国队也得像这个击倒了一个 这个信息能不能车到啊 我们应该是从那边的踩点位置 是因为应该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等于是跟泰国队一起 把那个德国队夹在了一起 夹在了中间 对 这个多少应该还是能知道吧 这么近的信息 坡我们就可以乱抽啊 随便抽的 全是分 拿分了 老哥很很真狠 南京60米的距离 保持在反击风后面就可以了 对对对 保持60米的距离就好了 嗯 哇 哎呦 那边加拿大队被韩国队炸惨了 哎 但我明明的一颗火是将人给封倒 哎 这个类别扔进去 我又下一招 啊 德国队已经没了 好 我们 我们是已经处理完了之后 直接顺势往后撤了啊 这一波及时的回撤还是可以的 没有上头啊 加拿大队这边是撞击了韩国队的防区 然后被投注全部清理掉 我直接拿到 那边的左上角的防区 是放空的 没有人了 现在 他们现在再回去 嗯 这波规避的枪先上了顶坡 然后又能去抽泰国右的把 刚那波不止压 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啊 下那个坡可能会被抽 现在找到机会了 但是 阿西来测啊 被放倒 这个角度是有机会拉一下的 而且他生的机会 压力还是给足了 还好 没有雷 他没雷 再再一枪 撕血了 倒了 把杰克夫放倒 泰国队只剩最后一名队员 可以 但是没有 没有想啊 只罩了两个残血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这就是对的啊 这种的稍微远了一丢丢 这 真击不去了 这种是真的没办法 还有一个雷 那边好像处理掉了 人拉起来了吗 是的 哇 他这个雷永远是在刮杀 我的 哇 瞬间被淘汰了 是没有人去限制 韩国赛区代表队 他那一次随便了 因为左上角的 加拿大队已经是被他接掉了 加拿大队 他直接是扎了一波 他没有做全边的那种防守 或者说 蹭局势这样的一个举动 所以没人管他 他直接是 把韩国队上大 真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队伍 去管韩国队这一层 我们先来看一下境点 从边三个队伍 澳大利亚队和越南队 以及阿根廷队 阿根廷队作为防区的原住民 他是进行一波助防 所以澳大利亚同时间 两个队伍 这一步的话 其实不太好打 现在只见两个有势力了 越南队要考虑到 下一步的竞圈 那很有可能 越南队下一个竞圈 就会被头顶上面的 韩国队给 枪线给抽掉 是的 打得很奔放 过来找分了 过来拿分 过来能调多少分 是多少分 他虽然混进来了 枪线很多 感觉这一波的话 阿根廷暂时没有 越南队也考虑到 往北边走 实在是不太好走 利用高点平台 击倒了一个 从这一侧 开始进行波起推 这波阿根廷的防守 难度还小 中心点的队伍 就很好打了 这个圈真好 对韩国队来说 是的 他们也太舒服了 巴西队也是慢慢的 在加入这个战斗 没有直接一下子 进入到这个交战 比较激烈的一个区域 他还是等到对方 打两败俱伤的时候 再做第三方的一个劝奖 另外一侧 美国队开始要进攻 土耳其队这边的一个领地 这部的瞄点 好像出现了一点偏差 以为对方是在 底波的一个下端 其实在中段 连续被放倒两个 土耳其人就是保持了 一个私人满边 全面都在全面绞肉 这 韩国战队岂不是笑嘻嘻 他最后大概率就是一个四打 什么二打 二打一这种情况 基本上已经锁了 这把韩国再去代表队 真没什么压力吧 哎呦 芬兰图郎来了 这个火能不能有些奇效 应该有点难度 你还不打 拉枪 有梦想 他有梦想 哇 我以为他拉枪过去 直接直接放倒两个 没想到他直接收 哎呦 人太多了 他是Max 他想全收 所以他不补啊 Max 确实也老了 不是当年啊 放在四年前 Max接拨拉枪 真的 这四个老哥全死 我不管装任何一支队伍吧 就肯定这把跟吃鸡就没关系 对 我们现在还想搏一下 也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就Smash没了 Sparking down Smash给抽倒了 一张抽 这个视野 这肯定是防不胜防的 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是没试做 他肯定是各种挑的角度 换着方的来 是了 我没第二次了呀 Inonix 现在 第一位也是没有找到什么便宜 哦 放倒一个 Inonix 你看你看 就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 我只想过来猜猜你别打我好不好 肯定要一下都贴力了 两个人都不打 这不容易 穿了 哎呦 这韩国队不会 啊 啊 韩国队先被淘汰了 三打 逃住了 三个人的叶子还能打 还能打 哇 巴西太浓了 这次 来来 巴西吃了吧 吃了 看这个样子优势很大 但也不好说 FPS一切皆有可能 那那没了 这波已经三打一 一打三 嗯 秒一个 一打二 二打一 还有机会啊 有索雷 空爆一个 怎么说 空爆 然后一打一 想好了 不会吧 这部队他还有掩体的 哦 这个雷 哎 是不是有操作空间 没掩体了 详细 两个大树 好 嗯